好,在这一边呢 我们现在要用Pelani Practice来交缝第九课 Basic Polygons Polygons是什么东西呢 Polygons是多边形 OK,它是多边形 然后在这个多边形里面呢 它是2D的 然后bounded by 3 or more straight line 它是由3条或4条,5条,6条线 所组成的这个Polygons So,什么不是多边形的话呢 不符合条件呢 就是不是Polygons的情况之下呢 它有两个条件 OK,不是Polygons有两个条件 一,有曲线 然后第二,它是有缺口的情况之下 它就不是Polygons So,简单的例子 怎样的东西不是Polygons呢 就好像我在这一边 我有这一个东西 然后呃,我的这一个 这一边 它有那个曲线的存在 OK,它就不是Polygons 然后有缺口的情况之下 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呢 就好像我在这一边这样 OK,它有缺口 所以 因为它这一个有曲线 它不是Polygons 它有缺口 所以它不是Polygons OK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 呃,这一种类型的题目 有一些练习里面 它有出 它会问,哎,这个是不是Polygons 然后不是 因为它有曲线 这个不是因为它有缺口 然后在这一边 side cc 是它的缺 然后Verticeous Vutu 是它的缺 然后接着我们有Polygons Diagonal Diagonal 是什么东西呢 Diagonal 是那一个对角线 对角线 OK,Diagonal 是对角线 它是在对面的角 连上来的线 像这个对面的角连上来的线 旁边的角连上来 旁边的角就不是 所以在这一边 你看三边形 OK,三边形的时候 它有对角吗 没有 所以它对角线是0 然后我们有四边形 五边形 六边形 在这一边 四边形它有多少个对角呢 它在这一边 一条对角 两条对角 所以它有两个对角 所以在这一边 它有两个对角 然后五边形 它有多少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边形 有五条对角线 然后接着六边形的时候呢 我们用Standard的那种图形来看 会比较容易画 六边形的时候 它就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接着 然后接着 再来 四个 五个 然后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OK 所以它有九条对角线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对角线 我们的对角线 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知道 当我的N OK 我的N 等于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 九 十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它这一边是加二 加三 加二 加四 加四 加五 然后加六 加七 还有 加八 所以十四加六 就二十 二十加七 二十七 加八 三十五 OK so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找它的Number of diagonal 就是加二 加三 加四 加五 加六 so 这一边 我来这一个的时候 它是加二 加三 加四 然后 接着 加五 然后 加六 加七 加八 然后 就 二十 二十七 三十五 然后我们这一边 八边行 九边行 十边行 so 在这一边 我们回到这一边第一题 它的 呃 它有N个边 所以 它有 N个角 7 Vertices 然后 这个是10 Vertices so 它的Number of diagonal呢 Number of diagonal呢 我除了用刚刚的那种方法之外 我可以用N乘N-3除2 so 我在这一边N乘N-3除2的时候呢 我在 刚刚的这一个我可以检查 我的formula是N乘N-3除2 N乘N-3除2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N等于3的时候 3乘3-3除2 等于3乘0除2 然后变成0 然后我的N等于4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一边 4乘4-3除2 然后它这个月就变成2 5乘5-3除2的时候 这个是2 这个是2 2月5 6乘6-3除2的时候 这个就会变成9 7乘7-3除2的时候 这个会变成14 然后8乘8-3除2的时候 4、5、20 9乘9-3除2的时候 这个27 10乘10-3除2的时候 这个是7 5、35 如果有20变成20-3除2 然后这个是17 这个是17 这个是170 好 所以这一边的这一个 我要找Number of Diagonal的时候 Number of Diagonal的时候 我的这个是7乘7-3除2 然后7乘4除2 然后我拿到的是14 然后接着这个 我的Number of Diagonal呢 它会是等于10乘10-3除2 然后它会变成了5乘7 然后变成35 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个月 然后这个月 好就是这样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的Polygons的名称 我们要背上来 三角形是Triangle 四边形是Quadilateral 有学生就问我 老师为什么四边形不是叫做Square呢 OK 因为我们的四边形呢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四边形 然后那很多种的四边形里面呢 我们有正方形 OK 它叫做Square 正方形才是Square 然后过后呢 我们的Rectangle 是长方形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Rombus 是能形 OK 能形 OK 能 能形 OK 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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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Rombus 是灵形 然后Parallelogram 呢 是呃 什么 那个平行 四边形 然后接着呢 Trapezium 是T形 然后Cut 所以这一个是四边形 Quadulator 四边形 四边形 包括了Square 包括了Rectangle 包括了Rombus 包括了Parallelogram Trapezium 然后甚至是有一些我名称的这种四边形 OK 它没有特定的形状的四边形 所以这一个它叫做Quadulator 接着我们有Pentagon Pentagon呢 那个呃 美国的那个呃 政府的机构叫做Pentagon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那个呃 形状就是五边形的 so 我们可以上网看到它的这个建筑物的形状 就是五边形的 这Pentagon 就是美国的那个政府官员工作的一个地方 Pentagon OK 然后过后呢 我们还有 Hexagon Heptagon Oct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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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呢 它是八边形 so 我们知道Occopus 是八爪鱼 章鱼八爪鱼 Octagon 是八边形 so October 它在旧的热力的时候 它原本是八月 十月 然后 那一个 November October November 它原本是八月 九月十月 Nona Decat so 在这边我们 呃 要知道一样东西是这样的 就是说 它的 那一个热力呢 它原本是十个月 加多两个月 就是加了July 跟August 然后它就把原本的那个八月 九月变成 那个八月九月十月变成了 那一个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so 我们的那个 呃 prefix size那边有 prefix kilomega gigatera 然后 mini micronano nano 的情况之下 Nona nano 是成熟 土豆包-9 然后我们的prefix 这一边呢 它有 deka desi centi m 然后 hector 然后还有这个kilo so deka是乘十 desi 是乘十 土豆包-1 或者是除十 然后我们的decimus呢 是小数点 它其实就是 什么 0.1 其实是一除十 所以我们知道DEC呢 在数学里面代表的是十 然后 所以我的这个Octagon Nona 就是这样来背 然后比较难背的是hexagon hexagon hexagon 这两个比较容易混淆 然后你就记得hex6 hexagon hexagon hex6 这样你用6 来 记它的这个hex6 hexagon hexagon 就是六边形 ok 好 然后hexagon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就懂它的名称 so 在这一个它这一个叫做quadulatory ok quadulatory 然后五边形它叫做那一个Pentagon 然后 这个叫做hexagon hex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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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x e s-a-g-o-n 对 然后heptagon 然后 octagon 然后再来是nonagon hexagon hexagon 和这个是dexagon 好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的是有三角形 9.2的部分是三角形 然后9.3是四边形 so我们的三角形呢 我们要知道它加起来会是等于180度 sum of all interior angle of三角形是180度 然后我们这一边呢 它的equilateral triangle呢 它是等边三角形 每一个边都一样的等边三角形 然后 接着这个是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呢 就是它的那个腰部一样 ok 然后等腰三角形呢 在这一边我们要背一句口诀 它的口诀叫做什么东西呢 它的口诀叫做等腰对等角 ok 等腰对等角 它的腰一样 它的脚就一样 你就心里想 这个是我的腰 ok 然后这个也是我的腰 然后我的腰在这边 两个腰这边接上来的地方 这个是我的头 然后这个是我的脚 所以这个等腰对等脚 这两个地方是一样的 ok 如果我现在我的等腰三角形是这样 然后我这样来转的时候 ok 这个是我的腰 这个是我的腰 好 这个是我的腰 这个是我的腰 然后我腰两个对到的地方 这个是我的头 然后这个是我的脚 所以等腰对等脚 ok so 头脚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的等腰三角形 这是我的腰 这是我的腰 两个腰连接地方的 这个地方是头 然后这个是脚 等腰对等脚 ok so 我以前都是直接跟我学生讲 哎等腰对等脚 然后这个是腰一样 脚就一样 然后在这一边腰一样 然后脚就一样 可是我最近发现有一些学生 他竟然没有办法看得出这个是腰 这个是脚 所以我就加多一个头给他 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得到 他们怎样去看他的那个 啊腰跟脚的那一种啊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腰 这个是我的腰 然后这个也是我的腰 这个是我的腰 所以我的腰对的是这一边是我的头 这边是我的头 所以这个是我的脚 ok 倒反过来 头跟脚倒反位置了 ok 等腰对等脚 然后等腰三角形 他的腰一样 他的脚就会一样 ok 好接着呢 我们就有这个三角形 AQ Angle Triangle的话呢 AQ Angle呢 他是属于那一个0度到90度之间 不包括0度不包括90度了 然后Opsey Angle的情况之下呢 是90度到180度之间 这个是Opsey Angle 这个符号代表的是90度 所以这个是Right Angle Triangle ok 直角三角形 好 来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这个Scalang Triangle的时候 它是没有Axist or Symmetry 所有的Side不同 然后它的所有的角度不一样 然后接着呢 我们的这个是Equidator Triangle 然后它是那个等腰三角形 我们有一个对称轴 两个对称轴 三个对称轴 so它总共有三个对称轴 然后它的每一个边都一样长 然后它每一个角度呢 我的180度除以3 每一个都是60度 所以它这一边是60 所以它这一边是60 这一边也是60 这一边都是60 每一个都是60度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 这个是IsoScaler Triangle 它是等腰三角形 so腰一样 脚一样 所以它的对称轴呢 只有一个 它只有一个对称轴 好 然后我们的等腰对等脚啊 所以它两个边是一样的 然后两个角是一样的 等腰三角形 好 我们的三角形加起来是180度 为什么 在这一边呢 我们 呃 为什么三角形加起来是180度呢 呃 我讲这个东西之前 我们先复习一点 那个 风 啊 风 呃 第八课的 format第八课的内容 好 在这一边 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format chapter 8的 我有一个圆圈是360度 我切一半的话 上面180 下面180 然后所以我横线加起来会是180度 X加Y等于180度 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符号是90度 它的旁边90度的旁边这个也是90度 ok 因为加起来180度嘛 然后我有两条直线交叉的时候 对面会是等于对面 然后这个对面等于对面 X等于X Y等于Y 对面等于对面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有平行线 平行线呢 它总共有三个 这一个是corresponding angle 然后它的符号呢 像是F这样的符号 然后它在这一边跟这边平行 它这个是F的符号 F的符号它会是一样的 然后接着我们有alternate angle 它是Z的这个形状 然后这两个的那个角度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我们有interior angle 它是那个U这样的形状 然后我们的X加Y会是等于180度 然后我们一招打天下 一招打天下是怎样呢 就是说在这一边我的X的对面 其实是X X的对面是X 然后如果我这一边有Y的时候 这样 这个也是Y 所以在整个平行线里面 其实虽然有八个角度 可是事实上只有两个罢了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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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这一个 如果我用corresponding angle 的话这边是X X的对面是X 所以我们的alternate angle 就是这样来的 然后我的X的 这个是X 然后X加Y是一条直线 所以X加Y等于180 也是这样来的 ok 然后在这一边 三角形内角合等于180度 就是说三角形里面的角度 加起来会是等于180度 三角形内角合 ok 内角合 然后等于180度 ok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我们在这一边 我有一个三角形 然后我画一条平行线 在它上面 这两个平行的话 这个P 这个也是P 然后这一边平行 so 这个是Z的形状 这个R 这个也是R alternate angle 所以我这一条平线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P加Q加R 会是等于180度 这条平线 所以我的这三个也是PQR 所以P加Q加R 也会是等于180度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一边 ok 这个是名称的东西 没有问题咯 这个是那一个 呃 Opsteel angle Ag Opsteel angle Tri angle 然后 Tri angle 然后接着这一个呢 是 呃 Right Angor Tri angle OK 直角三角形 so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这一个是obstive angle 它是90到180度之间 这个是90度right angle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我们的这一种题目呢 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要求我的学生的写法是 你先写 x加35度加105度等于180度 之后你才把它搬过去 然后x等于180度 减35度减105度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因为当我们题目去到比较复杂的时候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开始 它第一行来拿它的equation 是比较简单的 ok 然后接着旁边这一题是90度 这个角是90度 然后我们有等腰对等角 这个是它的腰 然后这个是它的腰 然后两个腰累积一起的 这个是它头 头你不用画出来啦 然后等腰对等角 这两个就会是一样 等腰对等角 所以x加x加133等于180度 好 来 好在这一边呢 我们这一个就有x加110度加40度 等于180度 所有的x等于180度 减110度 再减40度 所以它答案是30度 我的x加34度加36度 等于180度 所有的x等于180度 减34度 再减36度 然后它变成114度 所以180 0减110减40 这个是30 180减34 减36 110 好 这个符号代表的是90度 然后90度 所以我的x加90度 加45度 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x等于180度 减掉90度 再减掉45度 所以它是45度 x加90度 加74度 等于180度 所以x等于180度 减掉90度 减掉74度 所以它是16度 ok 百八减90 剩下90 90减掉45 剩下45 然后90减掉74 它就会剩下16 ok 好 然后接着我们等腰三角形 等腰对等角 这一个是我的腰 ok 两个腰连接的地方 这个是我的头 然后这两个就是我的脚 ok so我的头不用画出来了 ok 在这一边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头 这个是脚 这一边跟这一边一样 这个x 这个也是x 所以我的x加x加100度 等于180度 所有的2x等于180度 减掉100度 减掉100度 等于80度 所有的x等于80度 除以2 然后拿到的x会是等于40度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等腰对等角 这个是我的腰 这个是我的腰 然后这个是我的头 然后这两个是我的脚 所以在这一边等腰对等脚 这个35 所以这一边也是35 所以我的x加35 加35 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x等于180度 减掉35度 再减掉35度 所以它会是等于110度 所以x等于110度 来接下来的这一题呢 它是用比较特别的一种技巧 来做三角形的题目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呢 如果啦我有一个三角形 在这一边 我有一个三角形 这样有一个三角形 然后我的这个三角形呢 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角 我给它是p 这边是q 这边是r 这个是s 所以我知道三角形内角合 等于180度 p加q加r 等于180度 然后我的直线 加起来也是180度 r加s也是180度 所以我的p加q加r 会是等于r加s 然后我左边减掉r 右边也减掉r的时候 这样我就同时减r 它就没有了 所以我剩下的就是我的s等于p加q 我的s等于p加q s是三角形的外角 然后它里面的对面 里面的对面 是p加q这两个加上来 所以在这一边呢 这一个就是说我的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角合 这个是它的关系来的 这个是叫做三角形 三角形外角 然后等于内对角 ok 内对角合 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合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作业里面呢 它也有p加q加r等于180度 r加s等于180度 所以在这一边s等于p加q so这一个s等于p加q呢 其实就是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角合 这一边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角合 然后对于这一个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角合呢 有一些学生 它到了那个 缝法毕业 它都不会这一个 为什么它到了缝法毕业 它都不会这一个呢 因为它可以不用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做啊 它也能够做得到答案 它就只需要用我们普通的方法来做 它就可以做得到了 ok这样的方法是普通的方法呢 你就心里想啊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ok 这个三角形加辖180度嘛 所以这个角度我就拿180 减掉15 再减掉74 所以这个地方是91度 所以这个地方它是91度 然后我的x呢 就会是等于180度减掉91度 然后我拿到的是89度 这样我也拿得到答案啊 像这个90度的旁边 这个也是90度 因为加起来 横线加起来百坝嘛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180减掉90 再减掉35 我可以拿到的是55度 所以这个我拿到的是55度 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在这一边 它这个题目呢 它要我们用的方法是 那一个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角合 ok 它要我们用的那个方法是 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 内对角合 这样的东西 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角合 so 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角合 是怎样的东西呢 ok 我们的这一边呢 在这一个地方里面 你可以看啊 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内角 然后 这 在外角 这两个是内对角 所以我的x直接36加4 76 ok 所以在这两题的时候 这个是外角 所以这个是内对角 这个是内对角 所以我的x呢 直接是15度加74度 所以直接拿到89度 哎 我刚刚这一题 我拿到的是多少 89 ok 你看它这一边 我需要找出这一个 再摆八检它 我需要两个步骤 可是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用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角合 我只要一个步骤 就可以拿到它答案了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一个等腰三角形 等腰对等角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是它的腰 然后它的那一个头在这边 脚是这一边 脚是这一边 这个35度 所以这个也是35度 然后你可以看到对面 对面 所以我的x呢 会是等于35度加35度 所以它等于70度 so 如果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做的话呢 我们刚刚的这一题 我这一个是35度 然后这一边也是35度了 然后我再用 那个180度 减掉两个35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180 减35 再减35 我拿到的是110 所以这一边是110度 所以我的x等于180度 减掉110度 所以我拿到的是70度 所以你看在这一边 直接70度 就很快了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代表的是90度 然后这一边你看 对面 对面 所以x加50 等于104 x等于104 减50 所以它变成54度 所以这一边 对面 对面 所以我的x加35度 等于90度 所以我的x等于90度 减35度 所以它会变成了 那个55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边 我们刚刚的这一个 我拿到的是55度 这一边 这一个55度 然后这一个125 我用普通的方法 180 减掉125 然后拿到的是55度 然后我的x呢 就直接用180度 减掉60度 再减掉55度 然后拿到的x会是等于65度 可是如果我用刚刚的这一个三角形外角 等于那对角合的时候 这个是外角 然后这个是那对角合的时候 所以我的x加60度 等于125度 然后 所以我的x等于125度 减60度 所以它变成65度 好 接着我们看下面的这种比较复杂的题目 它告诉我这个是equilator triangle 所以它每一个角度都是60度 然后 对面等于对面 所以这边也是60度 所以我三个加起来180 所以x等于180 减60减35 这个是85度 好 接下来的下面这一题呢 它其实有两种方法来做这一题 ok 这一题它两种做法是怎样呢 第一种呢 我们是用普通的做法 ok 普通的做法是怎样呢 普通的做法是怎样 百亿的旁边 这一边是70度 ok 然后x的对面是x 所以我知道三角形加起来180度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180度 减掉70度 再减掉40度 然后拿到我的x等于70度 然后我x拿到70度的时候 它的旁边是110度 因为它是一条直线嘛 直线加起来百亿嘛 所以里面加起来又是180度 所以我的y呢 会是等于180度 减掉110度 再减掉20度 所以它是50度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x加y会是等于70度加50度 等于120度 来 在这一边呢 这一题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方法来做 然后我让你们看一下高手的做法是怎样 so我在这一边 这个x的对面是x 然后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其实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那一个110是它的外角 so x跟40是这个外角的内对角 所以在这一边 它这个内对角是这两个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x加40度等于110度 所有的x等于110减40 x就等于70度 ok 然后接着我知道我的x70度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又看 这一条直线 这一个是一个三角形 ok 然后这一边的 这一个三角形里面呢 这一个是外角 这两个是它的内对角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y加20度 会是等于70度 所以y等于70度 20度 50度 所以我的x加y等于50度 加70度 等于120度 这个我就用了两次 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角 它的 的步骤 有比较少一点点 这一种题目呢 它虽然讲我们 另一种方法比较快了 但是事实上 我们用第一种方法会更安全 ok 所以 呃 很多学生他到了 FORFI 他都还不会 那个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角合 为什么呢 因为 别的方法慢是慢 但是他比较稳 比较容易 好 接着我们看Strategy PT3 然后在这个Diagram里面呢 RST 这一题是一条直线 然后我们找X的value 好 在这一题呢 我们要找X的value so 在这一边 我们知道 这个是90度 三角形加起来180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180度减掉90度 再减掉30度 so 这个是60度 这一边是60度 然后横线加起来是180度 所以我的180度 减掉64度 再减掉60度 它会变成50 6度 然后 在这一边呢 我有等腰三角形 so 这个是他的腰 这个也是他的腰 等腰三角形 等腰对等角 他的腰一样 ok 这个是他的腰 so 这一边是他的头啊 然后所以这两边是他的脚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跟这个一样 所以这个是X 所以在这一边 我就有X加X加56度 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2X等于180度 减56度 所以我的X等于180度 减56度 除以2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62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180-56 除2 然后我拿到的是62度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等腰三角形的两种特别情况 等腰三角形的两种特别情况 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 假设 我现在等腰对等角 我知道这一边呢 是80度 然后我这个是我要找的角度 so这个是X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就心里想我要找的是角的时候 这样我两个等腰对等角 这两边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X呢 我是直接拿180度 减掉我的80度 再来除2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减掉80度之后 这两个等腰对等角平分 所以我们要找这一种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是拿百八减 然后再来除2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它是50度 而事实上呢 它另一种做法呢 其实是怎样的 为什么它会变成这样的呢 因为等腰对等角吗 这个是X 这个也是X 所以我的X加X等于100 X加X加80度 会是等于那个180度 所以我就有两个X等于180度 减掉80度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我的X等于180度 减掉80度 除以2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 OK 假设如果它现在要我找的是X 这边等腰 然后这个它给我是50度 然后我知道等腰对等角吗 所以我等腰对等角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X等于180度 减掉两个50度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拿到是80度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还是那一句等腰对等角吗 这两个会是一样啊 这个是50度啊 所以我的X加50度加50度 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X加两个50度 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X等于180度 减掉两个50度 OK 所以在这一边 以后如果我们有遇到那个等腰三角形 然后我们要找的是 它给我们头要我们找脚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百八剪了 然后再来除二 OK 如果我要找的是 它给我的是脚要找头的话 我直接拿百八剪掉两个脚 就可以比较快的方法来拿到它的答案了 好 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9.3的部分是四边形 quadurator so我们知道四边形加起来是360度 为什么四边形加起来是360度呢 因为我们在这一边 我这一个切一半的时候 OK 切这样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一个是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内角合180度 然后过后我们再来这一边 三角形内角合也是180度 所以它有两个80度 所以我的a加b加c加d其实是两个80度 所以两个180度 所以也就是360度 好 来 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a加b加c加d四边形加起来360度 这一刻基本上就是三角形加起来180度 四边形加起来360度 然后旁边的横线加起来是180度 然后我们要知道呢 我们的那个parallelogram呢 就平行四边形 它对面的角度会是一样的 p等于r q等于s so p等于r等于q等于s 好 来 在这一边 好 接下来的这个property呢 是它的那个四边形的property 然后这个property呢 它在考试的时候正常它是不会用到的 可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我们去到那个form2 还有form4的那些mx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一些property的 so首先我们有正方形 正方形它每一个边都同样长 然后它对面的是平行平行的 然后它每一个角度都是90度 然后它说它的对角线同样长 然后是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each other 就是说它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它的对角线呢 它会垂直平分 垂直平分 所以我中间这边是有90度的存在 然后它垂直平分 然后接着呢 我们的长方形 这个是rectangle长方形 ok rectangle 然后rectangle长方形的情况之下呢 它的对称轴只有两个 axis of symmetry呢 是对称轴 这个是对称轴 ok对称轴 ok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说它的那个对面的长度是一样的 然后它也是平行了 每一个角度都是90度 四乘九十等于百八 ok四乘九十三百六 所以那四边形加起来三百六 的另一种备法就是四九三十六 然后它说它的diagonal are equal bisector and bisector of each other so它的对角线 ok对角线是 一样长了 然后它会互相平分对方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长方形它有三两个对称轴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折 然后还有上下折吗 然后斜折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它是没有办法 对称的 所以它对称轴只有两个而已 然后再来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parallogram ok parallelogram ok parallelogram呢 它是平行四边形 然后平行四边形呢 呃我自己本身呢 让我的学生 用比较白话的方法来讲呢 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拉歪了的 正常方形 长方形 拉歪了的长方形 so你的那长方形 原本是这样拉歪的 ok拉歪了的长方形 然后这一边跟这一边平行 这一边跟这边平行 对面等于对面 对面等于对面 so它的那个 呃opposite angle i quote 它说diagonal are bisector of each other 我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一条的长度 这个diagonal 跟这一条的长度的diagonal 是不一样长度了 然后所以它是bisector 就是它平分 这个跟这个平分 这个跟这个平分 然后它是没有对称轴的 然后接着呢 这个是trapezium ok trapezium trapezium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T型 T型的情况之下呢 它只有一样东西 就是说 它有一派是属于 平行的上下平行的 然后它的对称轴呢 可以是1也可以是0 像这一边 如果它这一个左右对称的话 这样它的对称轴就只有一个 然后可是如果我们的那个T型是这样的 一个形状呢 它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边平行的时候 它这一个就没有对称轴了 然后接着我们有这个是rombus rom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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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bus呢 它是菱形 ok 就 呃 菱形 菱形呢 我叫它什么 拉歪了的正方形 正方形四边的长度都一样 所以菱形的四边的长度都一样 它是拉歪了的正方形 然后它所有的长度是一样 然后它的那个 呃 对面 的是平行 对面的是平行 然后它对面的角度一样长 对面的角度一样 然后它说diagonal是perpendicular bissector of each other 它的对角线 是perpendicular bissector 你看有perpendicular 跟没有perpendicular的差别是什么 这个是perpendicular bissector 这个是bicector 然后这个也是bicector 然后这个是perpendicular bissector 有perpendicular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垂直平分 bicector的话只是平分 它没有垂直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垂直平分 所以垂直平分 然后这四边都一样 哎没有 这这两边一样 这边一边一样 垂直平分 垂直平分 ok 然后我这样平分的时候 这两个角度 跟这两个角度也是一样 ok 然后这一个角度也会被它平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有两个对称轴 因为它的diagonal就是它对称轴 diagonal就是它对称轴 这一个有两个对称轴 parallogram没有对称轴 然后在这一边最后我们有kite kite呢 它是属于那个风筝型 ok 然后它有两配同样长度了 所以这一个跟这一个同样长度 左边右边同样长度 左边右边同样长度 然后它的这一配的角度是一样的 然后它说其中一个diagonal是它的angle bisector of the vertices 这一个就是它的angle bisector ok 它能够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能够把它左右对称 这一边跟这一边一样 然后这一边跟这一边一样 ok 然后我的左边跟右边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这个kite的中间呢 有一个90度的存在 我们有三种图形 它中间有90度的存在 一个是kite 一个是hombus 然后还有一个是正方形 所以是正方形 拉歪了的正方形 还有那个风筝形 中间是有90度 我们要记 这三个是有90度在中间 特别是hombus 这样我们在做一些题目的时候 你要懂它这个hombus 中间是90度 它才能够做得到 这个它有一个对称轴 好 来接着我们这一边就 它加起来360度 所以我的x加58度加124度加86度等于360度 所以我的x等于360度-58度 再-124度再-86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360-58 减124-124 再减86 所以我拿到的是92度 然后这一边x加95度加120度加45度 加45度等于360度 所以我的x等于360度-95度 减120度再减45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个是360-95 减120-120 再减45 所以我拿到的是100度 然后在这一边x加x x加x加78度再加154度等于360度 所以我两个x等于360度 减120度 减150-154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360-78-154 然后拿到是128度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128度 除以2 所以它是64度 我的x加2x加110度 我的x加2x加110度 再加106度 等于360度 所以x加2x是3x 等于360度 减110度 再减106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360-110 再减106 所以我拿到的是144度 所以我的x等于144度 除以3 48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144除3 那是48度 好 接着 再来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知道rombus 对面等于对面 所以我对面等于对面的时候 所以我的x等于110度 然后接着呢 再来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的这一个 跟这一个 是u的形状 这个是u的形状 它是interior angle 我的y加110度 等于180度 因为它平行 然后它是interior angle 也就是u的那种形状 所以我的y等于180度 减掉110度 所以它是70度 然后在这一边呢 这一题 它有两种做法 ok 然后给我 我自己本身呢 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 我这个是u的形状 然后我就有 这个x加2x等于180度 因为它平行 然后这个是interior angle u的那个形状 加起来180 所以3x等于180度 所以x等于180度 除以3 然后我拿到的是 那一个60度 然后我的y 会是等于x 对面等于对面 所以我y等于x 也等于60度 so这一题呢 它还有另一种做法 是我学生想到的方法 x的对面呢 是x 然后2x的对面呢 是2x 所以我的x加2x加x加2x等于360度 所以我的6x等于360度 然后所以我的x等于360度 除以6 所以拿到60度 所以我的y也会是等于60度 好 接着这一题呢 它的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 x加50等于180度 所以x等于180-50等于130度 然后这个是f的形状 所以y等于50度 好 在这一边我的x等于180度 减掉120度 所以x60度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个跟这个平行 然后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120度 这个是y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我的y等于120度 好 因为它是平行 然后它是corresponding angle 也就是f的那个形状 然后接着再来这一题的时候呢 我要找我的x x是180度 减掉100度 我拿到的是80度 然后我要找y的时候 我看这一条线跟下面那条线平行 ok 这一边我们就有z的形状 ok 所以它有z的形状 这个100 这个也是100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我的y 会是等于100度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12题这一边 so 这个例子我们简单的讲一讲 so 这一边平行 它是trapezium so 这一边平行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他就告诉我们 他的这一个呢 是呃 他他他就很好玩 他就知道 哎这个90度 这一边也是90度 这边也是90度 所以他就x加155加90加90等于360 可是我就心里想这个都平行了啊 所以我都可以是x加155等于180度啊 因为他平行嘛 所以他这个是他的interior angle 所以这一边是平行 然后他的interior angle 然后加起来180度嘛 就是u的那个形状 所以我的x等于180度 减掉155度 所以我拿到的是25度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25度 好 所以在这一边这一题的 我就会用同样的一种方式 在这一边我这样 他平行吗 这一边平行 加起来180 所以我的这个x加36度等于180度 ok 因为他平行 然后这个是interior angle 然后也就是u的那个形状 所以我的x等于180度 减掉36度 然后所以我拿到的是144度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题 他是parallelogram 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 对面会是等于对面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x加36度等于130度 所以我的x等于130度 减掉36度 我拿到的是94度 所以这一题是94度 好 在这一边他也是对面等于对面 所以我的这一个125 这一个也是125 所以我的x加25度等于125度 所以我的x等于125度 减掉25度 所以我拿到我的x等于100度 好 接着再来这一边他是rombus rombus的话这一边是90 90 90 然后这个是44 44 44 所以这一边是44 44 44 然后他这个是x x x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那一个x加90度加44度 所以我的x 会是等于180度 直接减掉90度 再减掉44度 所以他就是46度 ok 所以答案是46度 好 所以在这一边也是 我就要知道中间这边有一个90度的存在 然后这一个是38度 所以我的x呢 等于180度 减掉90度 再减掉38度 然后我拿到的是52度 好 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在这一边里面呢 他告诉我bcde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parallelogram ok 然后他要我们找x的value 我们知道对面等于对面 所以这个46 这一边也是46 然后这一边呢 我就用180来减掉46 180减掉46 然后拿到是134 然后接着呢 这个等腰对等角 我要找这两个的时候 我直接拿180 然后减掉134 然后再除2 所以我拿到的是23度 所以这一个是23度 这边也是23度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来这一边 你看他这一个跟这一个他会平行了 ok 这一边因为这边跟这边平行 所以这个也是平行 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他就是一个z的形状 所以这一边是134度 所以我的x呢 会是等于360度 减23度 再减134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360 减23 减134 ok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答案是203度 so x等于203度 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题 他在这一边呢 他是一个equilateral triangle efg efg是equilateral triangle equilateral triangle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等边三角形 三边都一样长 三个角度都一样 都是60度 所以60 60 全部都是60度 然后他在这一边 他告诉我eh等于hg 所以这一边呢 他是有等边三角形的当额 他又有等腰三角形 so 在这一个地方 他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然后我们知道等腰对等角嘛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会是一样的 所以我拿180度 减掉100度 来除2 我拿到的是40度 所以这一边是40度 这一边也是40度 刚刚我们知道 这整个是一个 呃等边三角形嘛 每一个边都一样长嘛 所以在这样 他每一个角度都是60度嘛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知道我的x加40度 会是等于60度 所以我的x呢 会是等于20度 ok 60度减40度 我拿到是20度 然后接着他问我efgh 是什么形状 efgh 这个图形 这一边 efgh 他是一个四边形啊 他在这边 efgh 他是一个四边形 ok 所以我的第二 第二的这一个部分呢 他是叫做 quadrilateral ok 第二个的部分 他这一个叫做 quadrilateral 呃就是说他他问有没有axis of symmetry for这个polygon 有的话describe the axis of symmetry so他的对称轴在哪里呢 他对称轴很简单啊 在这一边你看 这一条是他的对称轴 为什么他会是对称轴呢 你看 我左边跟右边一样啊 然后这一个跟这个一样啊 所以他的这个hf 是他的axis of symmetry so我的这个sunt fh is the axis of symmetry ok symmetry 然后 他在这一边 他说 我有 ej parallel to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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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里一条呢 fg 其实是 这一条 来我们看 fg是这一条 然后ej parallel to fg 的时候 他在这一边 平行 然后他说 gj parallel to f1 f1 是这一条 平行 在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条跟这一条平行 这一条的长度跟这一条长度一样 然后这一条跟这一条平行 这一条的长度又跟这一条长度一样 这个是j 所以这个第四 他问 efgj 是什么形状 所以我的这个efgj呢 是rombus ok 他是rombus rombus rombus 就是这样 好 然后 然后 接着第二题 这一边的这practice strategy pd3 2的时候 还有我们找x 这个非常简单 这个角度是90度 所以我的x呢 就直接是等于360度 减掉75度 减掉90度 再减掉135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360 减75 减90 再减135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60 所以这一个60度 好 好这一边我就把这个form1 chapter9的讨论完了 总复习提到我另外的影片再来录